加息周期将至,有何办法避免供楼负担增加? 现时市面上部分银行提供两款按揭供款方法,包括定额供款及定式按揭。 均有助供楼人士固定每月供款额,免却加息周期下每月供款开支增加的烦恼。 两种按揭供款可谓各有特点。 想知道哪种付款方式比较适合自己? 请看以下世界。 定额供款,一般银行为按揭客户提供定期供款,即固定贷款年期,业主的每月供款会因应利率的高低而有所增减。 然而,部分银行亦有提供定额供款,即固定每月贷款金额,业主的供款年期因应利率的高低而有所增减。 定式按揭,由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、按证公司推出。 让客户于首十年,一五年或二十年以固定利率作供款,不受适口影响,其后可再以定式或浮适逐供。 6月份的定式利率分别所定为2.7厘,2.85厘及3厘,按证公司亦会按照市场情况等因素不时调整利率。 虽然两种按揭公款方式甚为相似,但其中亦各有利弊。 首先,按揭利率方面,定额公款可以H-on或P-on公款。 借款人可向银行定出心仪的每月公款额,再由银行为借款人计算出预计的按揭年期。 当然最终按揭年期会受适口的影响而增长或缩短。 以现时新造浮适的实际按揭约为2厘至2.5厘比较,比10年期的定式按揭2.7厘少低。 但如遇上加息周期,选用定额公款所增加的利息开支将延后常还,有别于定式按揭所定息口,利息开支并不会因加息而增加。 因此,定额公款的总利息有机会比定式按揭为多。 但如按揭年期内遇上减息机会较多,则反之亦然。 其次,按揭年期及压力测试要求不同。 由于定额公款或会因加息而将年期延长。 因此按揭年期并不能借足30年。 相对上压力测试门栏较可借尽30年为高,选用定式按揭的客户则可选择最高30年按揭,再决定定式年期。 而且借款人无需通过加息三厘压力测试,只需通过供款与入息比率。 因此选用定式按揭的收入要求相对较低,以固定金额供款,让每月供楼开支固定。 无据加息风险,对业主来说较有预算。 不过,不者建议有意志业人士仍需预留充裕的后备资金。 设计者得太尽及衡量自身负担能力才入市。 再试一按揭。 欢迎设置太尽 Vocês肯定会发展不要緊 77 啊iant击虚感冠绘用选担论群。 那边都让 saints灭绘将摇 motivational奏绿 дог keeping录变的事情和底练种重子。